我們知道我們這個地方會跟健康有關的 但是呢 我們想要先跟各位移清幾個觀點 有的時候上課我喜歡畫線 比如說我們先畫一條縱線 那這條縱線啊 我們把它分成內 分成外 那內外之外呢 我們或許把它分成 病跟健康 那外面的疾病啊 是源自於內在心裡所創造的 黃大哥剛才有說明的 心悲嘛 心不安 所以就做生病 心沒有辦法很安定的時候 疾病就被創造出來 所以啊 我大概我這個工具啊 我可以跟你保證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做出這樣的承諾了 就是可以獲得全然的健康 那以至於病啊 我們不處理 我不是不處理 我不是沒有能力處理 而是當你生病的時候有太多的因素了 而這個因素可能會跟什麼 可能跟天氣有關 可能會跟你的吃有關 可能會跟你的睡有關 可能會跟你的睡有關 可能會一大堆的東西 所以呢 嗯 這個都是外面的 處理這個外面喔 你會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不容易 所以呢 我後來就決定了 我不再處理這一塊的問題 然後啊 嗯 請問生病你要不要附在家 我要 然後生病要不要碰碰運氣 要喔 縱使是一個小感冒 你就可能掛掉 所以呢 我們大概提供幾個 讓你的身體健康 你的心理健康的方式 然後確保這個健康 你可以自己掌握 好 那 我們簡單的來看看我怎麼去處理疾病 好 我們先溝通幾個觀念 好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大家 大概剛剛用完餐嘛 所以都有使用到我們口腔 使用到牙齒 那 請問啊 牙齒痛起來要不要命 非常要命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啊 這個 我們說牙疼啊 如果你走西方醫學的途徑啊 好 不好意思 不曉得沒有 以上在這裡 好 如果走西方醫學的途徑啊 我們簡短的說 牙到最後就是止牙 那最後就是止牙 因為牙一定會鼓勵你把它拔掉 好 然後止牙 有沒有風險 要不要不在家 要 但是呢 我們對牙疼這件事情啊 就是火 會爪 還是說上火 都可以 譬如說 你睡不好 你比較勞累 然後呢 這個火氣就上升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上火 火大的部分 你可能吃的麻辣多 可能吃的麻油熱腸 那然後呢 我只要讓你這個火消下來 這個牙疼就好 你可以保有你原來 你媽媽肚子裡面帶的那顆牙齒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們去走西方的途徑 那可能 欸 你覺得這個痛 他就把你插開 就把你這個牙齒打開 看看有沒有傷到神經 然後跟你講說 頭身間 頭身間三五年了 可能那個牙齒就慢慢的崩落 崩落了之後 對不起了 就必須要取癢 這個是 我們大概在開始的時候啊 想要跟大家 溝通一下 欸 我擅長的是什麼 我擅長的是這個領域 那我們不走這個途徑 因為 我們發現那個途徑 有的時候不見得會讓你好喔 不見得會讓你好喔 那最近我就遇到一個牙周病的個案 他醫生已經處理他牙齒大概好幾年了 他不斷的告誡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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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牙齒也沒有保留很好 後來我只是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會上火 然後你怎麼做 欸 大概兩個月啊 他說 我已經不在牙齒流血了 那這個 我們再早先啊 我們把它稱之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 我們等一下啊 就會很完整的來跟大家報告 你如何跟你的身體好好的相處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喔 這麼說啦 兩個小時不長 但是他也不短 所謂不長就是說 欸 如果你覺得我的話題能夠吸引到你 然後我邀請大家能夠跟我互動 因為我想 黃大哥也知道喔 欸 大概上課啊 二十分鐘 醉久了 你能夠專注就這麼久 超過二十分鐘你就跑掉了 你可能在想這個 想那個 特別是我們今天可能有上班 精神就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呢 我邀請大家 在我在整個說明的過程啊 在報告的過程 如果 如果 欸 你覺得這個跟我有關 請你不吝指教好不好 你就跟我講說 欸 這個部分我想要再聽清楚一點 然後呢 能夠讓我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因為我們長時間在外面喔 也都是做這樣子的分享 所以有的時候啊 如果你們不表意見喔 那我就會 跟那個老太婆的伯腳不一樣喔 然後又臭又差 然後聽到最後大家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要請大家喔 就是稍微喔 見諒一下 然後呢 我也在這邊喔 開放的喔 邀請大家 邀請大家 好 所以呢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畫這一條線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不處理疾病 我們並不是不擅長 而是因為疾病背後的因素太多 然後你要付代價 然後你要看別人 因為有些病生了之後 你沒有辦法回來 好 譬如像現在很多手術的部分 你切了就沒了 好 我有時候常講說 現在的醫學多麼厲害 你的臉皮可以換 你的心臟可以換 你的肺可以翻 你的肺可以翻 然後你的肝你的都可以換 但是呢 要不要付代價 有沒有風險 有風風都有 所以 後來我就決定了 我不再彈這一塊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保有一點東西 然後啊 大概喔 開始的時候 我還要跟大家釐清一個觀點 就是我們的中蜜的部分 中蜜 中蜜 中蜜喔 因為 我最近啦 大概有個緣分 到樂林去分享 那那些都是老人家 我們以前說 吃得飽餓對不對 那都會不夠 我們說不可以說飽餓 要說吃得老老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都已經進入這個 最後的這一段路 你要怎麼做 現在高科技的醫療 並沒有辦法帶來高的生活品質 大家同意嗎 所以呢 什麼叫生活品質 你要能吃 能喝 能跑 能跳 對不對 那個才叫做生活品質 你不能說 孩子講說 你今天要帶我出去玩 說不要啦 那八酸啦 是說那比較紅 不是說那有分色嗎 分色是苦啊 會不會這樣問啊 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膝蓋不好 廁所多不多 代表他膀胱不好 然後呢 可能說那邊的食物怎麼樣 他的胃可能不好 欸各位 做這麼簡單 所以老人家出門 有很多他會想要去顧慮到的地方 因為他的身體不好 那對不起齁 那生活品質就不見了 到最後 最後齁 陪伴你的是誰 陪伴你的是上面的那個日光 因為你就躺在床上 然後等人來照顧你 欸 如果這個樣子 你一天都不願意對不對 但是我要很誠實地道出你 做不當 你不要告訴我說 我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什麼 你什麼都準備不了 除了你從現在開始 因為你現在還能夠 可能去很多地方 然後還能夠坐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一起分享東西 代表說你的身體 起碼我們認定是健康的 如果你在健康的狀態之下呢 那我就可以更確保你的健康 齁 所以 呃 各位 各位 各位親愛的家人齁 你知道現在的人 可以活到幾歲嗎 現在的論述 譬如說吃百日 百日沒多 百日沒多 百日也有人說 我們最近有親愛的團體 他在講200歲 256 256 好很好 所以你看啊 我們都 都是零頭而已耶 我們都還不到這個 第三位數 那請問啊 你身體上 不管年紀高一點 低一點 你是男是女 你有沒有辦法讓你的身體回春 有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今年的承諾 因為我今年談主 主要談的就是絕對的健康 那我後來思考 如果要談絕對的健康 那我必須不要回春 好 但是我沒有辦法回到嬰兒一般啦 齁 但是呢 我大概回到十七八歲沒問題 齁 那是今年的承諾 所以我正在往這個方向進展 齁 如果明年齁 有機會再到真相書 你會來報告齁 那就會是一個年輕小伙子 那當然 我也很期待說齁 我們能夠共同加油齁 然後朝向這個目標前進啊 每一個人都能夠去老還童 齁 因為我們真的是掌握到某一些齁 我們身體上會老化的幾次 你說啊 老師 你在說什麼 請問老師 你剛剛講的回春是 是體型 還是說精神方面 整個的樣貌 全然的 因為青春只有一個標準嘛 齁 譬如說好 我們頭髮會 會 返回到黑的樣子 齁 那或許骨子不會再長 齁 或許這個皺紋它會不見 那或許 再次的那個 所謂的肌肉的延展鏡會出來 齁 齁 大概 就是跟年輕人一般 齁 所以 這個是我們今年的承諾 那我們正往這個方向前進 齁 那好 我們如果談到回春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身體啊 大概 多久會有個新的循環出現 25 3年 3年 這個是西方醫學的報告 齁 皮膚大概20幾天 齁 但是你深層的骨骼 肌肉血管 骨障六腑大概3年 不用到25年 齁 所以當初我也說 一個三年兩個三年好不好 我都願意 但是我們其實發現很多的秘密齁 已經不用到那 那麼多的三年齁 大概我在下一個三年之前 我們就能夠把身心調整到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齁 那不然今天想起肚膝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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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尼受筋软 胆尼受筋软 就是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够不够? 够! 因为生命开始就是在那个地方 不能再往前 但是够不够? 不够!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灵魂的课题 大家都同意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跟各位证明灵魂是什么 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叫他来我帮,我没办法 真的有耶,我有一个堂地 他在芙仁大学 教中文系的 他写了几个宗教的书 比如说哪几个神 我问他说,你写神 你有去很多庙,你信神吗? 他说不相信 那个是学术的,他说我写这个是学术 但是我不相信 但是呢,我在圣性年这个领域 这样长时间的接触下来 我相信灵魂的存在 所以啊,我们这个能量语言学啊 就是从身体 从心理 从灵魂体这三个领域啊 来跟大家做报答 就是你们手上的这一个讲义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 重命这一段路,请问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对不对? 因为,因为 因为,像很多人都没有楼圆 像很多人就是 让你的孩子给一些烦恼 像很多人,其实 玛利亚也是一个而已 吃的可能还吃比较更简单 现在我听人说 如果说那个鱼鱼鱼 都是用这些贴地带在灌死 非常粘断 那些恐怖 有机会要去养老院看看 所以,生命的长度你可以决定吗? 绝对不行 你可以决定的是生命的品质 而生命的品质就在这一块里面 它不会在这一块 你只要去到这一块的时候 对不起,那都没有品质 很多人讲说开完刀 看医生,医生很厉害啊 医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我可以 我可以 我接受这个挑战 如果你是在一个愿意的情况之下 我愿意告诉你 甚至于我可以陪着你走一段路说 如何达到健康 很详细的 因为我是一个工具人 好,师兄 他工历很厉害 他见我两次面都知道这个 大概是实战的 不是学术的 好,所以啊 生命的长度 生命的长度 有答案吗? 有啦 就在一个系统 生命的长度 你一口气吸不进来的 一口气吐不出去了 对不起 挂了 下辈子再来 那下辈子不晓得多久才会再来 你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佛家有讲六道轮回嘛 对不对 那你搞不好去到出生道 去到什么道的时候啊 不知道是变成阿猫还是阿狗 不知道 所以啊 佛讲说 肉身难得经理的 然后呢 这句话就有点点夸张 但是他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真的要缘分 像黄大哥讲的 有可能走不进到这道门来 明师难得经理的 史实不修你可死修 我讲的每一个字都可以被验证 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有两部摄影机在摄影 一点都不夸张 你可以来跟我要这个东西 所以生命的长度只在一个西土 但是我们确保这个西土 所以呢 一直到你延寿到你终命的时候呢 你可以知天命 然后呢 安详的离开 这样好不好 但是呢 要花你多少的时间 两个小时 哈哈哈哈 起码你这两个小时 你必须听得进去嘛 对不对 我们才有再见的机会啊 阿不然就沙哟娜娜 阿不然还好 现在有网路啦 搜寻我 还可以找得到我 短时间我还会出来分享 所以呢 后来我就 从这个地方再谈回来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他健康的时候 他是不在意他的健康的 他是很资厉的去使用他身体上的健康 所以呢 我们从中命 然后谈回来 然后你要知道说 你其实他要走很久 然后你已经有一些症状的 我把它称之为亚健康 我把它称之为亚健康的部分 他经由调整 我跟你保证没问题 亚健康 什么叫亚健康 就是当你的身上出现了 这个部分 我讲完了 就把它擦掉 刚才黄大哥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很勇敢的 往疾病里面 比如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到 麦当劳排队的那些人 比如说过了七点钟 吃饭的那些人 比如说到十二点钟 你会不治的那些人 他拼了命来去试试看 身体到底能够 经得起多么大的遮挡 很勇敢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健康 为什么 他觉得不需要 需要吧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呢 亚健康 就是你身体上发生的所谓的 酸 痛 麻 麻 麻紧齁 然后 门齁 请问各位有没有这些现象 是一 二 三 四 五 还是全部都打工 欸 不要睡着 我讲的是身体 在跟你讲话 我在讲的是身体 在跟你讲话 你的身体开始发生了 酸痛麻紧 闷的时候 他还在跟你讲说我不好了 我不舒服了 然后我 你再不理我我就生病了 我就生病了 比如说呢 我们讲说 酸麻 一加三 酸麻 他会跟这么有关 会跟你的血液循环有关 他如果说 可能是酸痛 还是麻痛 他会跟这么有关 他会跟你的神经的循环有关 因为这个通常代表说你的神经可能受到压迫 麻的部分的话 可能血液循环不好 那 神经压迫了之后 他就可能造成 强烈的疼痛 甚至于你行为上的行驶是困难的 那等到呢 血液如果不通的时候 很简单嘛 比较严重的就是中风 我们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 有一位 我们对台湾历史很重要的 一位历史学者 在美国 实际梗塞去世 就这样子啊 年纪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这还算幸运的 因为都没有受到折磨 我们可能周遭会有一些重要的家人 可能三五年之内 经历两到三个癌症 然后在死亡的 那个真的是人间恋悟 所以呢 嗯 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都还可以决定你自己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当你的身体出现痠痛 麻颈悶的时候呢 代表你的身体在对你提出警讯 而这个警讯呢 就是让你能够赶快唤醒 然后呢 做一些处置 那因为我刚才有强调过了 我们不处理疾病 后我们处理亚健康 那也代表啊 其实我们啊 这边大概有许多的专家跟学者 就是等我抱歉一下 因为我们不主张看医生 然后我们不主张吃药 包含保健品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啦 我这两年常常会提一个例子 就是险金 因为一瓶的险金 大家看看他就200颗 这是他们自己给我们的数据 那你看到200颗的险金 你大概试一餐就不吃了 那吃不完 但是呢 你可以添喝三瓶 那 音量保健品这一块啊 真的是要经过专家的一个协助 然后去适量的 适时的去使用 会有帮助的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我们不是那么的专业的人 所以 关于保健品的部分 我们也都非常的小心 那另外啊 我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有一个屁 不是放屁的屁 屁号的屁 因为我本身是学气的 像黄师兄刚才讲的 我们就不要讲说 坐在里面的啦 从这边走过去的 甚至于你没有来的那个家人 我都可以知道他身体上 大概的情形 没有来的那个家人 我都可以跟你谈一谈 不只谈身体 我还可以跟你谈心理 就是那个人大概他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些明白跟看见 所以呢 我们大概会 比较应用这样子的方式啊 来协助一个人回复健康 回复健康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做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 如果你这个时候特别想要知道 你就问我 好不好 请你真的不令指驾吗 因为我们讲了二十分钟了 现在正好是二十分钟左右 如果我讲的不好 你们大概就会飘走了 所以呢 邀请大家 如果你觉得 我讲的哪一个部分 你是不清楚的 还是想要理解一下的 真的是很乐 很怎么讲 很开心的邀请你 很开心的邀请你 好